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的老对手联发科,日前发表了全新的旗舰晶片天机9400,这是天机第二代全大和SOC,更是业界首款旗舰5G智慧体AI晶片。 在苏黎世ETHC AI Benchmark V6.0晶片AI效能的测试中,天机9400,以6773分绝对高分的成绩,意气绝尘,几乎是骁龙8G3的两倍,轻松拿下最强手机NPU桂冠。 排名第二的是上一代天机9300,AI得分为4911分。 天机9400相较于天机9300,不但效能大幅提升,功耗降低,也可达35%。 其实,继天机9300在行业第一个将生成式AI能力落地到智慧型手机之后,天机在端侧AI领域就一直高歌猛进,不断地推出新的技术,并扩大天机端侧AI的产品优势和生态优势。 此次天机9400不仅拿下了端侧的AI效能第一,更是领先行业首发手机端侧、影片生成、端侧、AI训练等一系列最先进的生成式AI功能。 比如,其首发的端侧LORA训练,可以让用户利用个人资料在端侧训练和生成个性化内容,并建立专属于个人的AI数位分身。 为了满足用户在端侧对不同应用和大模型的需求,天机与Google、阿里云、百川智慧、Microsoft、百度智慧云、Meta、01万物、面壁智慧、腾讯会员等全球领先的大模型厂商深度合作,实现了对这些主流大模型的深度适配优化,让用户自由选择不受限。 在联发科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天机9400发表之后,高通新一代旗舰行动平台骁龙八战4也即将亮相。 高通作为旗舰手机的老大哥自然不会轻易认输,今年骁龙峰会仍然在10月正式举办发表骁龙八战4,紧接着众多手机厂商会推出搭载骁龙八战4的新款旗舰手机。 此前有爆料称骁龙八战4价格涨价严重,甚至高达30%。 而手机厂牌Redmine品牌总经理发文称,旗舰处理器升级到台积电最新300米制程,是手机涨价的主因之一,也印证了旗舰处理器涨价的传闻。 不过根据郭明基的讯息,骁龙八战4是近年高通价格最高,利润最高的处理器,但这款处理器的涨价幅度并没有传闻中那么高。 相较于上代的骁龙八战3,骁龙八战4的平均售价上涨大约15%至180美元,约5000多元新台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阶智慧型手机市场预计会从去年的25%至30%增长至30%至35%, 而随着中国品牌智慧型手机市场份额不断增加,高阶机型占比提高,因此骁龙八战4的出货量将同比增长50%左右。 在10月假期期间,中国智慧型手机品牌出货量占据了约80%的市场份额,出货量同比增长约20%,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到2024年第四季度。 顾名机据此预测,骁龙八战4在2024年出货量将达到约900万。 目前,一家、小米、荣耀等手机厂商都已经蓄势待发推出骁龙八战4的旗舰手机, 不过这些手机应该不可避免都将迎来涨价。 虽然骁龙八战4的效能提升很强,但如果涨价太多,势必会影响到消费者热情。 骁龙八战4的效能表现方面,此前在一家13手机的内测中得到了展示, 当时该晶片获得了单核最高分之一,在多核成绩中甚至比苹果A18、Pro高出18%。 在这些结果泄露时,并没有提到晶片的功耗, 而后者是衡量智慧型手机晶片效能的一个关键指标。 据一家的一位高管称,骁龙八战4据说, 世卫即将推出的旗舰机客制化的版本, 在能效方面击败了苹果的高阶晶片。 之前的测试结果显示, A18、Pro在Geekbench 6测试中略低于1万分时的功耗为12瓦, 客制化版本骁龙八战4的功耗必须更低。 在微博上,一家高管蔡祖轩发表了一个大胆的声明, 声称,该公司将采用客制化的骁龙八战4, 在能效方面击败A18Pro。 作为对比,Joking Lucky透露, 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所使用的苹果旗舰SoC, 在运行Deekbench 60的最大功耗为12瓦, 其单核和多核得分分别为3701分和9615分。 之前在Deekbench 6上曝光的一加13得分为3236和1049分, 其中效能核心的频率为4.32G, 能效核心频率为3.53G。 高通很可能已经允许其手机合作伙伴, 客制化骁龙八战4的频率, 以获得效能优势。 只要这些制造商能够控制发热即可。 尽管测试时的时钟频率相对较高, 但并未提及晶片的发热情况或与功耗有关的任何讯息。 无独有偶, 根据10月中旬最新曝光的Geekbench 6测试数据显示, Vivo IQ 13所搭载的高通骁龙八战4单核跑分达3217分, 多核跑分则高达10305分, 超过了现有的所有行动处理器的多核成绩。 虽然此前曝光的OnePlus 13所搭载的骁龙八战4, 效能和主频4.32G, 能效和主频3.53G, 单核成绩更高达到了3236分, 但多核成绩1049分, 仍略低于Vivo IQ 13所搭载的高通骁龙八战4。 作为对比联发科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天机9400在Geekbench 6测试中, 单核CPU单核成绩为3040分, 多核成绩为9600分。 而此前曝光的测试成绩显示, 苹果A18 Pro的Geekbench 6的单核成绩为3409分, 多核成绩为8492分。 显然骁龙八战4的多核成绩更强, 比苹果A18 Pro高出21.3%, 比联发科天机9400高出7.3%, 但苹果A18 Pro在单核效能上仍有优势, 联发科天机9400的成绩也达到了 与高通骁龙八战4比较接近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 VivoiQ13所搭载的骁龙八战4的效能和能效核心 分别以4.32G和3.53G的时钟速度运行的。 而联发科天机9400的Cortex X925超大核主频 仅3.62G,Cortex X4超大核主频为3.3G。 苹果A18 Pro的大核主频则为4.04G。 对比来看, 骁龙八战4的跑分成绩的推升 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其更高的主频, 但是这也带来了对于功耗问题的担忧。 如此来看, 今年的旗舰手机处理器方面, 天机9400可能是更香的选择。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